做完的結果有沒有 坐標 所以主要是你這張圖放在哪個坐標 它會有總共有四個參數嘛 一個是Labs 哪一個儲存格的Labs 當然不一定是儲存格 你可能反正只要是某個東西的 都會有Labs跟Top 你都可以指向 理論上用那個Range 哪一個儲存格來定位應該是最簡單的 另外的話寬度就是Wis Wis的話我是把這個寬度乘上10倍 所以是10欄寬 高度的話剛好20 所以乘上20 那就剛好放這一個圖 放上去OK 不過最後可能還有兩個地方要變更的 我的習慣是上面這個 它的什麼呢 Title名稱 放這裡怪怪的合計 我希望把它改成叫什麼 各區比例圖好了 這個叫做圖例 把它刪掉 刪掉的話以前 我是覺得你不用特別去錄那個劇集 因為這邊有一個關掉 或者你寫個程式就OK 這個之前我們寫過 所以最後的話請你把那個 底下這邊 再補上那個註解4 註解4的話就是 修改它的標題名稱 標題名稱跟那個圖例 其實這個跟上個禮拜一樣 所以這邊有4跟5 4跟5的話呢 就是修改那個標題名稱 還有那個字型的樣式 5的話就是取消圖例 其實跟上個禮拜的那兩段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直接 我是建議乾脆拿來當範本算了 因為這個其實是最基本的 你直接拿來加上去 所以我把它加上去之後的話 就是它的Title 這個Title的話指的就是 它這個 有沒有這邊叫Title 所以這個東西的物件名稱 叫做Title 然後這一整個的話呢 目前我叫ActiveTitle OK所以目前被指到的這個東西 叫ActiveTitle 然後呢 Title底下有總共有4個屬性 包含它裡面的字 還有字的顏色 Size跟粗體字 那你會發現我這邊用Vis Vis指的是開頭如果都是這個的話 那反正我底下只要加個點 那意思就是ActiveTitle 如果假設你沒有Vis的話 那變成你每個前面都要加ActiveTitle 點Title點Testle 然後這個又重複 所以要重複四個 那你倒不如把它抽離出來 這樣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精簡 那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一個Vis 加一個EndVis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旁邊的這個圖例給關掉 圖例的話叫Legend 這個叫Legend OK 那Legend的話呢 如果要關掉的話 就是ActiveTitle後面加上什麼 點 其實這邊點也可以啦 點has has什麼 有沒有那個Legend 你把它等於Force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吧 OK 好那這樣OK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可以把它 先刪掉 手動先把它刪掉 其實底下好像還有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它就 全部OK了 那如果你要觀察 有沒有圖例 沒有圖例的嘛 圖例把它關掉 當然一樣啦 如果你要觀察那個細節的話 當然你就按F8吧 F8 有沒有先Add 不過好像剛剛跑太慢也不行 跑太慢好像會發生bug 然後 上面有沒有 這個Title的Test有了 顏色有了 字大小 跟Bold Bold就出體 有沒有 然後呢 把圖例關掉 我看圖例如果本來就關掉那就不影響 但是現在圖例好像跑到下面 把它Force 有沒有發現下面的圖例就不見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圖給畫出來了 最後呢 當然 我是希望說 比照之前的歷年切到摺線圖 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要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一樣嘛 我就直接 把這邊 這個叫樞紐分析圖底線區 那有一個樞紐分析圖底線區 兩個放一起 不過你會發現 你只要錄製聚集 Excel好像都 很喜歡自己先幫你增加一個模組 然後把程式放進去 所以你會發現我目前已經 1 2 3 4了 如果你現在錄製這邊 5 6 7一直往下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module 其實有點多餘 所以我會把它剪下來 把這一段放哪裡呢 乾脆把它放在剛剛這邊一起好了 有沒有 把剛剛的module 4裡面的程式 放這裡好了 有沒有 就是這個跟這個放一起 然後這個的話 按右鍵就可以把它移除掉 要不要存檔 要不要匯除 不要 OK 那就少一個 不然的話有時候你太多module 之前有同學 真的插入一大堆module 然後 最後自己程式放哪裡都找半天 找不到 所以記得啦 如果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改個名稱 可以啦 你這邊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要 改一個的話 你就是在 這個下方不是有屬性嗎 屬性有個name 那你比如說這個3 3的話是什麼 各區 乾脆這邊放那個 各區比例 這個是各區比例 各區 圖 這樣 有沒有 這邊就有一個 這個的話就是 這個是 例年好了 用個 這樣好了 這樣比較清楚 這個的話就是 那個 這個什麼 這個 插入 假設 插入 這樣好了 那這樣你就可以很清楚了 有沒有 1 2 3 然後我是放在這邊 最後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兩個什麼結合在一起 還記得吧 我們再增加一個sab sab的名稱 先打一個sab 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它叫做什麼 各區比例圖 Enter 它會自己加 這個跟這個 然後呢我可以什麼 打一個call開始 前面打一個call 先call什麼呢 call這個 所以我就是 這邊叫call 這個名稱 然後下面的話叫什麼 call 樞紐 表 這個叫樞紐圖 也就是說呢 把這兩個 合併在一起 合併在一起之後的話呢 那我最後就把它執行看看 執行 有沒有 各區比例圖 出現了 當然 我現在沒有防呆啦 所以如果假設 你沒有防呆的情況下 有沒有 你如果再run一下會怎麼樣 BUG了 為什麼 因為呢 各區比例圖已經存在了 所以如果你再重新命名的時候 它就會出錯 OK 一樣啦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防呆的話 可不可以寫 可以吧 要怎麼寫 這個可能想一下 有沒有之前寫過if 什麼條件為true的時候 才去新增 如果呢 為false就不新增 有沒有 所以想想看 如果要防呆的話 有沒有什麼比較簡單的方法 方法很多啦 不過你可能要想一個比較簡單的 不然的話它會有BUG 你就把它停止 然後再跑 OK 所以這個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剛剛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 把這個 樞紐分析圖下面再增加4跟5 這個雲端上有啦 第二個的話就是 整理一下你的module 不然的話 你家的module太多 你光要找程式放哪裡 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最後的話 把這兩段 把它合併在一個 sub去執行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